财经周报为您梳理一周财经 大家好 我是胡荣 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耶伦 在刚过去的一个星期 一连两天到国会出席 可能是他任内最后一次的听证会 对美国经济通胀利率走向 以及美联储缩减负债表安排等议题 发表看法 期间他还提到 未来的加息空间估计有限 华尔街股市受到有关言论的刺激 道求斯指数随即创下历史新高 那么到底耶伦的看法 是否可以代表美联储的整体意见呢 明年2月任期又会届满的耶伦 又是否可以连任呢 马上带您进入本期的封面故事 美联储主席耶伦 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开始 一连两天出席国会听证会 就半年度货币政策报告发表讲话 在他正式发表讲话之前 有关的言辞内容在上周五就已经曝光 当中提及到美联储注意到 资产价格上升带来的压力 但是认为有关情况并没有导致 金融业以外的借贷增加 似乎是要警告投资者 不要美股一旦下跌 就将责任全部都归咎到美联储的身上 因为当局早已经暗示 加息和资产价格下跌 怎知他在国会正式发表讲话的时候 却表示 联邦基金利率未来并不需要再调升很多 便已经可以达到中性利率 也就是既不刺激 也不抑制消费及投资的利率水平 暗示未来的加息空间未必会很大 他还表示 经济前景的不确定因素 主要来自于低通胀 当局将会密切注视物价走向 如果通胀持续低于目标 美联储将会放慢加息的步伐 至于美国经济情况 他则认为 虽然美国经济增长出现放缓 但就业仍然持续改善 楼市也持续稳定 商业投资继续增加 海外经济环境也正在转强 美联储因而预期 美国经济可以承受循序加息 叶伦的最新表态 被市场解读为 更加趋向于鸽派 刺激美股道琼斯指数创下新高 美债资息下跌 叶伦在向国会汇报的时候 还提到了美联储缩减 4.5万亿美元负资产债表的安排 他表示说 美国经济健康 足以承受缓慢的缩表 强调目前距离缩表的时间已经不远 但因为银行体系 对于储备的需求还不明朗 所以在现阶段 还不能够确定缩表的规模 并且表示 美联储会继续以调整利率 作为货币政策工具 只会在经济前景显著恶化的时候 才会考虑重新启动买债 叶伦的言论与鸽派代表 美联储理事布纳雷德 较早前的态度是一致的 布纳雷德之前曾经表示 假如数据继续印证 劳工市场强劲 那么短期内启动循序渐进 步伐可料的缩表过程 是合适之举 他也曾经说过 目前的加息步伐 已经接近极限 很难再加快 那么这是否反映了 美联储内部歌派的声音 已经占了上风呢 根据美联储公布的6月份 议息会议记录显示 美联储委员对通胀前景 以及对加息步伐造成的影响 实在还是存在着分歧的 多数委员都认为 近期通胀数据疲弱 与通胀趋势的关联性不大 也有委员担心 近期通胀数据疲弱的情况 会将持续 会议记录还显示 委员之间曾经讨论过 开始缩减资产负债表时间 但是没有达成共识 当中有数名委员 希望在数月内先不开始缩表 但也有部分委员认为 今年较后时间才公布 将会更有更多的时间 评估经济条件 这些都反映出美联储内部 对加息步伐以及缩表的时间表 其实意见并不一致 英哥两派仍然在拉锯之中 另外还值得留意的是 耶伦的任期到明年2月3日 便会届满 他倒是是否还会连任 目前仍然是个谜 他在出席听证会的时候 也被问到会否连任的问题 耶伦也只是以会专注 现实的工作作为回应 没有给出任何的答案 而根据美国媒体 引述消息人士的报道说 耶伦连任的机会其实并不大 总统特朗普是倾向于 提名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 科恩为下任美联储主席的 曾经出任高盛行政总裁的 科恩是民主党人 支持自由贸易 如果落实 由他接任下任美联储主席 他将会是40年来首位 非经济学家出任美联储主席 不过由于他并非学院派 或是货币政策专家出身 一向对于美联储主席 象牙塔式的工作并不满意 也很抗拒要定期到国会接受质询 所以他本人是否会因 特朗普的邀请到美联储工作 目前仍然是未知数 至于现在70岁的耶伦 身体状况也一直是备受关注 他最近在英国与家人度假期间 便因病要入院治疗 而早在前年9月 他在发表演说后 也曾经因为身体不适 要及时接受医护人员的检查 所以金融界估计 他连任的机会并不大 耶伦无疑是犹太裔女性的精英 他早在上世纪90年代 也就是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任期间 就出任联储局的成员 当时曾经力排众议 反对格林斯潘的零通胀政策 认为这会伤害就业 导致衰退恶化 而三轮的量化宽松 也是他与前主席贝南奇 为了应对金融海啸而炮制出来的 有分析就认为 以耶伦的作风 他在离任之前 应该会尽快还原任内的放水行为 以免出现资产泡沫 他在近期便曾多次 在美联储内部提及资产价格偏高 由此可见 美联储近期的货币政策 要针对的不单是通胀 还有资产泡沫 耶伦绝对不想看到的是 在他离任之后泡沫爆破 成为历史的罪人 所以估计他会尽快开放 缩表行动 而市场人士也普遍认为 缩表对于市场的冲击 有可能比想象中更加严重 其中摩根大通便指出 在缩表之下 无论是央行 金融机构 还是外汇经济 等过去十年的主权债券 主要买家都会变成净卖家 这对市场的冲击 或许要比每个人想象的更加严重 而央行在过去 也从来没有试过这样的量宽 这样的退出 减持手上大量持债 更加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所以难以估计 到时会有多大的风险 好的 本周国内外 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财经讯息呢 马上带您进入 一周财经回顾 内地六月份以美元计的出口及进口 都达到双位数增幅 双双创三个月新高 超出市场预期 出口更是连续四个月路的增长 其中出口按年升11.3% 进口升17.2% 升幅分别高于5月的8.3% 即14.5% 期间贸易顺差为427.7亿美元 按月扩大5.6% 人民银行公布 内地六月新增人民币贷款 1.54万亿元 多过市场预期的1.2万亿元 创五个月新高 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7.97万亿元 按年增加4362亿元 截止到六月底 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按年增长12.9% 增幅高过市场预期的12.7% 数据还显示 6月广益货币供应量M2 按年增长9.4% 增幅分别较5月底 和去年同期低0.2个 和2.4个百分点 并低于市场预期的9.5% 再创历史新低 人民银行表示 M2增速放缓可能是新常态 市场不必过度解读 中国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表示 目前银行业风险总体可控 而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当中的各种矛盾及压力 亦传导至银行业 加上国际经济金融领域的 复杂性及不确定性 令银行业风险出现新变化 部分高杠杆企业贷款违约上升 跨市场跨行业的 交叉性金融活动增多 利率获率市场化过程中 金融市场波动加大 出现违规以及经营不慎的行为 目前风险防控形势 依然复杂严峻 必须持续用力加强警管 内地六月份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CPI按年上升 1.5%与五月相同 按月则下跌0.2% 跌幅较五月扩大0.1个百分点 总观上半年 整体通胀率为1.4% 另外国家统计局并公布 六月份工业生产者 出厂价格指数PPI 按年上升5.5% 升幅也与之前一样 按月比较则下跌0.2% 已经是连续第三个月向下 至于上半年PPI同比则上涨6.6% 加拿大央行决定加息0.25% 加至0.75% 符合市场预期 是近期年来首次加息 央行指出 近期数据加强了未来增长 兼高于趋势水平的信心 进一步调整利率将取决于 未来经济数据的表现 但强调仍存在不确定性 央行并指出 近期通胀疲弱只是暂时现象 预计通胀率在明年将接近 2%的水平 瑞士金融市场监管机构 批准安琴私人银行 提供比特币资产管理服务 是全球首家提供数码货币产品的银行 安琴表示 今年1月开始正式讨论 比特币资产管理问题 并且向监管机构递交申请 于本周获得批准 安琴私人银行拥有146亿 瑞士法郎的客户资产 在苏利市 阿布扎比 迪拜及伦敦军设有办事处 好的 那么我们也是稍作休息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财经周报》 我是胡荣 环顾完全球 现在让我们立足香港捉眼脚下 一起进入聚焦香港 上周五到访香港的 解放军海军16舰编队 一连两日开放给香港市民参观 让市民大饱眼福 7月11日 剑编队离港 特区政府特别为他们 举行了欢送仪式 不少的香港市民也前来参加 欢送仪式于当天上午10点 在昂川州军营举行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 张建宗出席了仪式 并向16件编队赠送了纪念相册 在仪式上 张建宗向16件编队表示了感谢 16件编队即将起航 在此我代表香港特区政府和全体的香港市民 向编队的全体人员送上最真正的祝福 返港期间 辽宁舰总共接待了近4000多位市民参观 其3艘鼠舰也接待了4万多名市民 能够亲眼意读航空母舰的雄姿 许多市民都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很多谢他们来访问香港 真是很对我们香港是一个鼓舞 让我们知道国家 亲眼看到国家的国防建设 真是去到这么强大 我们都是祖国的一份子 希望这个都可以分享荣耀 和他们发展上的一些伟大的事迹 宋军千里终有一别 市民们对16件编队的离开一一不舍 军人也很礼貌 希望他下次再来 还有多些群众可以参与到 可以感受多些 惠林 拜拜 欢迎下次聚来 希望我们的祖国 你们很快就要聚来我们 给香港市民参观了 据了解 编队三艘鼠舰将驶过维多利亚海港 鼠舰官兵将在甲板上占博 向香港市民致敬道别 之后将与辽宁舰在外海会合 而辽宁舰也将按照原定计划 继续执行夸区机动训练任务 返港五日的辽宁舰 在11号离开香港水域结束行程 此次返港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 共派出了3600张门票 提供给香港市民上船参观 辽宁舰作为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 在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到访香港 不仅向香港市民展现了 中国军工建设的成就 也让港人感受到两地关系的密切 亚太第一卫视堂汉刘小布 昂船周军营报道 重粮联航发布的最新香港住宅市场 升市报告显示 香港住宅价格将在未来的两年半 再上升15% 而目前内地经济对于香港经济 也是影响较大 数据显示 目前香港楼价与收入比率为17.3倍 为全球最难负担的住宅城市 尽管如此 香港的楼市行情仍处于高温状态 重粮联航最新发布的香港住宅市场 升市报告显示 预计香港住宅楼价将于未来30个月 上升15% 重粮联航董事总经理曾焕平称 尽管政府在过去几年间不断出台辣招 但辣招仅控制到成交量而非楼价 他表示目前香港住屋的累计需求 仍较为庞大 且香港人目前的负担承受能力较高 所以房价在未来仍有上涨空间 他的家庭收入 versus他的工楼 他仍然有一半钱 他可以做其他东西的 只是用一半钱就已经够工楼了 这个有一个很大的分别 97年我们看到的bubble 就是说原来我每个月不吃不洗 我都不够的 就要买人借才可以够工楼的 但是今天是一半 此外报告中还提到 内地经济对香港经济的影响愈发强大 而楼市的走向 也会受到一部分国家政策的影响 可以说现在的香港楼市 是香港买家和内地买家 以及内地发展商共同热炒的结果 随着特区政府新颁度的上任 楼市政策再次成为市场的焦点 中联铃行在最新发布的白皮书中提到 若将一手市场和二手市场分开处理 降低对二手市场的纳税和贷款限制 或将令香港楼市降温 亚太第一卫视潘雪克林佳良 香港报道 港交所日前推出的 香港首对食物交收的 双币黄金期货 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孝佳表示 本次推出的黄金产品 给予投资者更多的投资机会 并将引领离岸市场人民币汇率 以及利率的形成 三 二 一 号 港交所10日推出两个黄金期货合约 分别以美元和离岸人民币计价 并可在香港进行实务交割 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佳表示 本次推出的黄金产品 透过人民币及美元两个渠道 给予投资者更多投资机会 进一步引领离岸市场人民币的 汇率及利率形成 并成就多个首次记录 通过第一个第一次 就是说是两个城市同时发 我们希望能够横跨时区 这个影响全球 在这个第二个第一次里边 就是说我们这是第一次 人民币的黄金产品 希望通过人民币和美元 两个Dual Track 两个在一起的一对产品中间 我们能够进一步地引领离岸市场 人民币的汇率和利率的逐步的形成 第三个第一次呢 就是这次是第一次在香港 做这个实物交割的黄金产品 那实物交割的黄金产品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它实物交割 不仅把黄金的期货和现货 最后价格合一 更重要的是把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 在这个黄金产品上合一 同时出席交易启动仪式的 香港证监会行政总裁欧达里表示 港交所推出产品时 与证监会有紧密沟通 并与港交所讨论如何扩大 香港的角色及产品种类 这可能是一个很奇怪的概念 当来到一个产品 如查尔斯所说的 是在香港第一次 实际上在香港实际上 现在这种想法 就是确认这些新的交易 能够有足够的货币 来遇到客户的实际上 实际上的购买需要 干扰所行政总裁李小家 是说到黄金期货将人民币 美元以及黄金 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使得香港和伦敦两地 虽然横跨持续 但是共同发出黄金 也将影响着全世界 同时也将有利于香港 成为货币的汇率利率中心 那台第一位是 孙雪奇 刘小步 香港报道 好了 关心完香港的人和事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本周的财经朋友圈 就在SOHO中国因为10天之内 抛售三个项目而成为焦点的时候 7月10日 万达商业融创中国发布联合公告说 万达将13个文旅项目的 91%的股权转让给融创 代价为295.75亿元 并且由融创承担项目的贷款 同时 融创房地产集团 以335.95亿元 收购万达76个酒店项目 收购的总代价为631.7亿元 王健林与孙洪斌 一个是举国皆知的首富 一个是房地产圈最著名的并购达人 无论哪个单独拎出来 都是一个头条 但是两个人公开同框 却是第一次 这一出手就给了地产圈 一个重磅炸弹 震惊之余 一个个疑问随即扶上心头 首富为什么要卖 老孙为什么要卖 在下什么棋 钱从哪里来 对此 融创中国董事长孙洪斌表示 收购万达资产的资金 全部来自融创自有资金 截至2017年6月30日 公司账上还有900多亿元现金 融创在今年上半年的销售业绩 为1100多亿元 全年销售额将超过3000亿元 而另一方面 王健林表示说 转让项目能够大幅度降低 万达商业的负债 并且进一步实现 轻资产化运营 这次回收的资金 全部用于还贷 万达商业计划在今年内 清偿绝大部分银行贷款 一年前 首富充满豪情壮志的 对迪士尼的呛声 仍然是言犹在耳 一年后 首富却选择将13个文旅项目 一次性的卖出 此间的转折 让一众看客之乎看不懂 网友文纷纷评论说 王健林之前 不是很看好 万达的文化旅游项目吗 说好要打败迪士尼的 怎么你突然就摔手不干了呢 而大家更感兴趣的是 一身亲之后的万达 又会做些什么呢 在今年6月初 冰果盒子 首家无人智能便利店 在上海开业 7月3日 冰果盒子刚刚宣布 完成超过1亿元A轮融资 然而目前呢 该店已经贴出了 由于技术调试 暂时停运的通知 本人对新兴事务的探索 开业以后 由不少的上海市民 开始进入这无人便利店体验 奈何这个正面 由全封闭玻璃建设的体验店 在上海普遍35度的高温情况下 室内的温度竟然高达40度 即便是开足了空调 室内的温度 依旧是比室外要高出4度 而且由于店内的持续高温 致使众多的甜甜圈 巧克力和乳制品等产品融化 不少的业内人士认为 无人店技术尚不成熟 被过度的吹捧 没有考虑到实际的应用场景 冰果盒子目前显然还未解决稳定高效的运营 它引以为豪的以户外盒子代替店铺 从而使得租金成本降低 正在成为最大的痛点 不过在冰果盒子必电的同时 在阿里巴巴举行的第二届淘宝造物节上 首次面试的无人超市淘咖啡可以说是赚足了眼球 在这家仅约200平方米的超市中 集合了商品购物和餐饮功能 按照测试水平 同时可以容纳约50人入内消费 面对着越来越火的无人店 也有零售业的人士认为 无人便利店的显性成本和普通便利店相比 是一个伪命题 无人便利店需要更多的物业配套 而物流成本和商品管理等后台成本 并没有因此减少 所有日常开支等同于传统便利店 都需要付出成本 问题在于 解约了人力成本的无人便利店 是否在管理成本上也在降低 另外缺少了服务员的人情味 服务体验是不是真的就能够做好呢 所发售的商品种类 是否只限于标准品类 如果连高温的温度这一个问题 都不能够合理地解决 那么这些深层次的问题 恐怕会进一步阻碍 无人便利店的实际应用于推广了 7月9日晚间 第一家带领商船抵达大西洋彼岸 以及欧洲各地的华人航运公司 也是第一个在香港建造新船的华人航运公司 以一纸公告宣誓自己即将更换主人 将被换掉的是中国航运大时代的 开创者和引领者董建华家族 他们将家族持有东方海外国际的所有股权 约68.7%的股份 以约338亿港元出让给央企中原海控 全球航运业的萧条 持续至今还是难以看到需求的恢复 这令包括东方海外在内的一批 已经不再具有领先规模的企业倍感压力 在2016年 公司编录得了高达2.19亿美元的亏损 而此次接盘的中原海控则亏得更多 亏损高达99亿元人民币 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 全球的航运业都在寻找拥抱未来的新方向 行业的整合由此掀开大幕 进而有了东方海外与中原海控的牵手 虽然这一影响全球行业的格局的收购 还需要通过有关的审查与表决 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交易已将成功完成 对于董建华家族来说 这一定是一个从情感上难以接受的决定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财经周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